大家好 我是源自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大師的學生邱柏睿 特殊選擇的管道是大學端 他為了找尋偏才跟專才的學生 那這從104年起就有在開辦相關的招生管道 不管是國立公立都有 那特殊選擇也不是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 就認為說 多選擇是一個很像是走學校後門的管道 那其實這並不是 這個管道來說 它是專門給 對於說 功課可能沒那麼好 可是它具有專業知識 或者它是有特殊優良表現 或者說它在一個特定的領域有得過一些獎項 那足以證明說 它是具有這個專業跟這個系所所要的專長 我之所以會選擇特殊選擇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就是 當初在報考這個系的時候 它裡面有談到就是有關於社會工藝服務 那我剛好就是從國中高中 從屏東的火車站開始當志工 那還有去參加一些國外的志工的訓練 還有國際志工之旅 那第二個當然是 我的課業成績不是那麼的傑出跟理想 所以對於說 考大學用學測跟反省的方式 可能沒有到那麼適當 那第三個就是說 對於現在的學業來說 我覺得 既然我可以考到哪裡 那我就考到哪裡就好了 就是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因為也要知道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我報考的學校有 第一個是原理大學社會計政策科學學系 那107年的時候 我們是招收三名學生 那我剛好是正群第三 那第二個是 晉禮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獨立學系 那這個是招收的四名 那是沒有被取的 那報考期的時候 大家應該要去注意說 這個科系 它們的一些評分標準 那像之前晉禮大學 它們的評分標準是 有算到要看學業成績裡面 那這個就跟原製大學會有所不同 原製大學主控的是 我們在專業的經歷上面 那大家在選擇 特殊選財的時候 就是盡量以選擇說 哪一些的評分方式 是對自己現在要去報考 是有利的 那特殊選財的備審準備 第一個不外貨的就是說 我們要檢視自己是否 適不適合參加特殊選財 因為現在很多學員就覺得說 這有管道 他們都想去嘗試一下 但他可能沒有說很具備說 那個領域或那個系屬所要的專才 跟相關的證照 還有一些得獎的證明 那他可能就沒有到那麼適合 那第二個是他可能學成績本來就很好 他可以用繁星跟學的方式去考到大學 那在這個部分可能對於說 他要參加特殊選財來說 會一個是比較吃虧的 那第二個是就是你的經歷跟專長 最好可以證明說 你是具有系所想要的相關能力 那包括說我們的獲獎證明跟得獎的 這些相關的新聞的影音跟資料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一定要對系所有一定的了解 那你也要對自己說 你就讀了這個系所 你外來的規劃是如何 那這基本上在特殊選台中 很多教授都會問到 在面試的時候多半會問到這個問題 那第四個是 你要對自己目前的優點跟缺點 你要有足夠的了解 並且你也能提出說 如果我錄取了 我要怎麼做一個改善 那這也是教授比較常會說 比較想要進階去問 那這當然是說 如果你被審資料 你有寫到一個比較偏向說 你自己哪裡有不足的地方 那這個區塊可能我們要再去加強 要再去想 錄取到開學的準備 那第一個就是當然是 看你的同學在那邊準備學生跟思考 然後你已經開始在做你想要做的事 那第二個是 完成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包括說你現在你 特殊選台前 你正在經營的那些經歷或者專長 對就是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對那相信很多同學一定會想說 哦可以讀書啊 讀書做什麼的 那我相信 那同學也會有 可是一定是會比較佔少數 那第三個是 你可以去好好的玩 因為畢竟高中生大學這段時間 就是也只有兩三個月 那你要怎麼去充實自己 你也可以選擇讀書 你也可以選擇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這都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目標 第三個是讀大學的適應 那這以特殊選台來說 最難適應的可能是我們在學業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學業的部分 未必就是比其他繁星學測的同學來得好 那尤其是班上的同學在討論說 誒選策其實那個時候 相信這個時候一定很想找一個洞埋下去 那第二個是沒有自信心 有時候是必然的 因為我們並非很多不會讀書 那有時候系上的老師也會看到你的 招生管道覺得很好奇 就開始在班上問你說 誒你是怎麼進來的啊 什麼是特殊選產 對就會有很多問你 那相信同學也會用不一樣的眼光去看待 看待你的表現 我的因應方式是就是你要相信自己 因為我們具備的是不同的專業跟經歷 那這個是一般的學生他沒有的 那學業的部分我認為就是說 我們在學習上面我們就是盡力 那我們能補救自己多少就是 自己知道自己要努力有努力就好了 接下來是要介紹 遠之大學社會政策科學學系 那我們本系是由社會學系轉型而成 那我們系所的一個特色 我們有民調中心 那民調中心我們學校可能會 接一些別人委託的一些案子 那由學生來學習做這個民意調查 就是做一個電訪的電話訪問的一個工作 那第二個是我們系所有模組化的一個課程 那裡面有社會工作 公共政策 文化治理 跟我們的社區企劃 那這個就是由四個領域讓學生 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跟志向去做一個學習 那第三個就是英文授課 那當然英文授課的部分是會比較見仁見智 因為不一定說每一個學生的程度 都是適合英文授課的 那這個也是同學可以再去多想想看看 那第五個就是我們系所是有五年一貫 就是學士加碩士 你只要花五年你就可以拿到 學士跟碩士的雙學櫃 那這個也是基本上 學校也是有相關的獎學金補助 那基本上學費是不用錢的 那第六個就是關於說特殊選財 我們學生就讀以後 系上會在每一年度就是對於特殊選財的學生了解 他們的學習狀況 那也會適時的就是 就是開辦一些輔導的課程 其實對於說我們從事百工百業 就是其他種職業都沒有到不適合 都是可以去做自己去做做嘗試 也可以了解自己的興趣在哪裡 最後一個我想講的是說 我適合讀這個科系嘛 那如果說你是很想了解社會科學 你對剛剛說的這些模組 就是社工啊社區治理 公共政策 那這四個模組的課程 你如果沒有到那麼了解的話 那可以先來讀看看 因為這個科系說可以對於說 我們對這四個模組 會有一個基礎的認識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適合的 那我覺得本系 我們本系也會不那麼適合 你想要走其中一個專業領域的學生 因為系所開的課 算是透過模組化的學習 那現在大學的一個問題是 很多用系所它為了培養說 學生有具備一個專業能力 那開設了在一個領域裡面 開設了很多系項的課 那這裡面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學生對於說 他的專業就是他要在更加深入的時候 其實他是要自己摸索 那這個對於說 偷偷選的學生會有一點點的困難 對那所以說大家在選擇的時候 如果你是你已經想好說 我想讀社工 我要做公共政策 我想學政治的東西 那當然你們就可以去讀相關的一些學校跟系所 那這個系所可能就沒有到那麼適合 那如果你真的也就讀了 那也會可以建議你說 你從大一的時候 你再去探索 去想想你自己的未來 你想要的是什麼 那你也可以轉系 就是可能學校還有相關 你有興趣的系 或者說你也有想 辦理轉學轉校的這個考試 那最後一個是我想講就是 海洋出狀元 因為其實台灣已經步入了說 學士的這個學歷已經是 滿街走的時代 那你確認自己的志趣是非常動要 因為特殊選材的一個優點是 其實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志趣是 非常明白也非常清楚 那像我想要走社工 那走社工勢必一定要躲過大學 一定要取得相關的 社工的訓練的經歷 你才能報考高考社同事 那這也是我為什麼 還要往學士走的原因 那除非說你的就業領域 非常需要學士碩士 就是相關學歷的經歷的話 那不妨你也可以自己去闖一闖 去了解說自己到底要什麼 可能大學在現階段來說 是可能沒有它那麼必要 對那大學有很多的科興 你也可以未來可以自己在做探索 對謝謝大家